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10月26号 星期二 路透社在今天的消息 中共将于11月8号人大常委会上正式宣布 这十万亿救市计划 前两天北京不是什么海淀三小 被人砍了三个小学生吗 当然我说心情太慢了 太迟钝了 你那十万亿在哪了 你要赶快出来了 那这个现在当然路透社说是两名中共内部的密名消息人士 给路透社透露这个消息 那基本上我认为这是中共官方下命令向路透社透露这个消息 就是说因为大家有点快等不了了 我当时前几个月我就说过 我说你要干什么 忘没止渴 还记得当时讲忘没止渴 就是说你可以先不扔这个钱 你懂我意思吗 你可以不真的扔 比如说十万亿 二万亿可以不扔 但是你要喊出来 你要说我要拿十万亿了 我要开始 我要救世了 我要怎么着 你要把他话说出来 你明白吗 然后你别真扔钱不就完了 你就担心钱扔多了之后 会产生通过朋友那么多问题 对不对 我就说那你可以不扔钱 光喊口号 你就说前面有个梅林 我们都要去吃梅子去 对不对 先忘这个梅 你先把那可先指了 你懂意思吗 你这可就指入了 而且你光这么喊的时候 即使你不扔钱 老百姓可能也是他心情也好一点 然后有一些人可能也就是说 本来要投资的不敢投资 听你这么一说 可能就投资了 听你这么说 可能就买狗票了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你先把这话喊出来 但是一直就是我不知道老公在干什么 这话你也不能说他不喊 喊了吧 又没喊 前一日的十一之前 不是说弄股市 结果十一之前 这股市就起来了 得到十一发完价之后 回来第一天 按理说当时发改委应该出一个更好一点的 就是计划的 但是最后也没有 我说本来应该是火上浇油的 结果出来泼冷水了 那现在不管怎么办 天天砍人这样 没完没了在砍人 今天我一早上起来 我看了几个三个四个砍人的 为了什么四千块钱的公司 把一个导师给捅死了 也不为了一个实习 为了一个实习 为中介扣了四千块钱人民币的公司 然后把中介给捅死了 还有为了导师 导师毕业不毕业业是怎么让捅起来的 反正就是 你就你就一起来 你就看天天天天天的不是刀人 不是在刀人就是在捅人 要不就开销撞 要不就是就这样 反正目前就这么一个情况 我就说你太骂了 太迟钝了 这种东西就是这样 你先你先你先吵吵吵吵 要喊喊口号嘛 对不对 从去年就把口号喊起来 钱不一定真下来 对不对 但是不管怎么知道吧 现在看来之后呢 也是被骂的 我们也在骂嘛 对不对 我说小骂大帮忙 对不对 我们把习近平骂下去 算帮了共产党一个大王 是不是 看一下 这个逻辑他真有人信 你知道吗 真有人信 就觉得大外宣嘛 小骂大帮忙 把习近平骂下去 这是给共产党帮大忙 所以这是大外宣的 该做的 你懂吗 就这个逻辑也有人信 他特别有意义 这个中国真的是中国傻逼多 有一个傻逼真敢说 剩下一帮傻逼就真敢信 那没辙啊 好 不管怎么知道吧 小骂大帮忙 我们先给习近平骂下去 这个所以呢 这个人家常委会呢 一看你看又骂习近平了 这不行怎么办呢 但是本来要等到 10月8号再宣布的 但现在呢 找了两个人 去你们跟路透社说说吧 说把这消息先散出去 就是说望眉止渴吧 我们先散出去说 梅林就在前面啊 大家不要着急啊 再过十天 你就看见了啊 就这么个情况啊 那不管怎么着吧 他的消息啊 说说人大常委会呢 将于10月4号到8号举行会议的啊 举行会议啊 连着搞这五天会议啊 最后一天将会宣布呢 这十万亿呢 就是计划 其中包括呢 呃 发行特别主权债券 筹集的六万亿人民币 还有呢 这六万亿人民币 债券将于三年内的发行 包括2024年 将筹集的所有的资金 将主要用于帮助呢 地方政府解决债务 这是四万亿 这是六万亿 后面还有四万亿什么 是全国人大常委会 还宣布未来五年内呢 发行四万亿人民币呢 专项债券 用于呢 购买闲置土地和房地产 缓解流动性和债务贷贷的压力啊 那够不够呢 其实我觉得也是差点事啊 而且是三年之内呢 这个十万亿 呃 但不管怎么办 了胜于无吧 中国啊 现在体量呢 非常大 这个我们说到了啊 而且呢 此次就识计划呢 十万亿元 总金额相当于 目前中国GDP的8% 就现在按了125万亿 这个来算 那么低于呢 但是呢 当时是这个差不多是 已经相当于GDP的呢 13%了 那时候差不多 在30万亿左右吧 32可能是三十几的 反正就是 可能是32 31万亿左右 反正大概齐吧 大概齐这么一个比例啊 呃 但是呢 反正你就 你就明白这意思 对不对 明白这意思啊 呃 那总金额呢 尚未呢 这个最终确定 如果 说什么呢 说为什么 就是说就跟你说下 为什么我们要等到10月8号 因为10月5号呢 美国大选 明白了吧 美国大选 所以呢 就是说你现在看起来 总金额大家都觉得不够 对不对 但是总金额呢 尚未呢 最终确定 如果川普当选总统的话 那么就会宣布呢 更强有力的财政方案 有两套方案 在准备着 如果贺尼利当选了呢 那就贺尼利嘛 就是大家 就这个意思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 就是说贺尼利如果当选了的话 俄国战争还得打下去 那么首要目标恐怕 还是转不到中国来 从拜登一上来 我就说 我说拜登是不是真的反共 就看一点 能不能跟俄罗斯 把关系搞好 如果跟俄罗斯 把关系搞得特别好 那就肯定是要 真的要反共了 如果跟俄罗斯 关系搞得特别糟糕 那不是的 那都是假反共 那贺尼利如果上来的话呢 美国战争停不了 还要继续再搞下去 再搞下去的话 中国就不是首要目标 那样的话 中国就会有很多的 这种空间和余地 但是如果川普上来的话呢 那现在就从中共内部来讲掌握 觉得呢 就是说 当然川普现在超少了 中国什么百分之百 中国武统台湾要收百分之两百的关税 那不管是多少吧 中共内部现在的一个预估啊 就川普上来的话 最终当然可能会谈 会打会吵 但是最终呢 很有可能对所有 从中国进口的这种商品呢 增收百分之六十的关税 这个恐怕应该是差不多 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如果是川普上来的话呢 肯定就必须要有呢 就是更多 能拿更多的资金出来 要更强有力的呢 这种财政方案 肯定是这么个情况啊 那不管怎么着吧 我个人还是这点 就是因为前两天骂了 骂了之后 骂习近平反应曼迟论吧 那现在就是说 你看也是习近平吧 也在及时收听 收换死东西 看一看 就看一看 看一看 反正就是这个派了两个人 出来给你们透露一点消息 跟你们说一下 一个呢跟外面说一下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呢 这个出口呢 转内销 然后他们播一播呢 然后国内的媒体呢 在这个发呢 路透社的消息 你懂吗 就是说 你看央视啊 官媒都没有发 但是呢 把消息传递给路透社 路透社发了之后呢 在国内的一些呢 就是说这种网络媒体啊 或者是自媒体啊 什么的 他把路透社的消息 再转提给国内 达到一个呢 最终达到一个什么 就是望媒之口的 这么一个目的 那大体上呢 应该是这么个情况 那这个是不是真实呢 我认为也是真实 因为早就早该有了 这几万一就是 他一直在拖 一直在拖啊 当然呢 最早的时候是拖 说是在等 等什么呢 等这个美联储 这个降息 等美联储降息之后呢 我们再动 那九月份降息 都到啥时候了 就一个多月过去了 对不对 就现在后来又开始拖 再等呢 等这个美国大选 等美国大选之后 结束之后呢 看看情况呢 再定 但是呢 反正我不知道 从大选结束之后呢 又要说等明年1月20号呢 川普上任再定 打死他 应该打死他 你干嘛 抽死他就得了 你干嘛 应该抽死他 真的就是 小骂大帮忙啊 我们先把习近平骂下去 给共产党帮个大忙 好吗 真的是 我觉得 共产党应该感谢我 对不对 我要正给习近平骂下去了 对不对 好吧 那不管怎么着吧 这期见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